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一集 因为软银的入局 竞购TikTok这项重大交易 又变得复杂了许多 彭博社9月3日报道 软银集团正在探索组建一个团队 召集一批竞购者收购TikTok在印度的业务 并已开始积极寻找当地的合作伙伴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过去的一个月里 拥有字节跳动股份的软银集团 一与印度电信运营商 Real Irons Joe Infocum和Berti Airtle的负责人举行了会谈 虽然自那以后谈判陷入僵局 但软银仍在探索收购TikTok进度业务的其他方案 截至太媒体发稿之前 软银 字节跳动 现实和Berti Airtle方面 均未对有关会谈的消息发表评论和回应 封禁之后 TikTok被迫出售印度业务 TikTok之所以计划于多方商谈出售印度业务 与其APP在6月29日 被当地政府以行政命令强制下架的遭遇有关 在未被印度政府以行政命令下架之前 印度市场曾是TikTok除北美市场以外最大的亮点 有第三方机构统计 TikTok已经在印度狂缆了3亿用户 实现了过亿的日活 同时在字节跳动内部 印度也是字节跳动全球化进程中重要的战略国家 虽然印度市场用户的ARPU值相对于北美和日本等地较低 但是由于人口众多 增长速度快 在字节跳动出海战略中的重要性也一直在持续提升 来自科技媒体TechCrunch的消息显示 早在8月13日 字节跳动就与印度信使工业有限公司 Reliance Industries Limited 就TikTok的印度业务进行投资谈探 TikTok在印度的业务估值超过30亿美元 印度信使工业有限公司 为印度首富努克神安巴尼 Mukish安巴尼所有 旗下拥有印度电信巨头Jo Platform 而RealIon 及O-Infocom 又正是Jo Platform的子公司 然而 由于中印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 印度政府在6月底下令封禁59款来自中国的APP 其中就包括在印度十分火爆的短视频应用TikTok 而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在印度进行投资由来已久 在当地建立了十分深厚绵密的商业关系网 因而 尽管软银只持有字节跳动的一小部分股份 彭博社表示 他却在TikTok印度业务出售事情的谈判中 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软银牵头财团竞购TikTok美国失利 作为TikTok母公司的字节跳动的小股东 软银在其他投资受挫之际 可以说字节跳动已成为该集团的一个投资亮点 软银当前正处在一个非常不好的时期 软银集团正在出售价值约420亿美元的资产 用于股票回购和削减债务 除了套现阿里巴巴的股份外 软银还计划出售Tmobile美国公司的股份 以及其日本国内电信部门的股票 而竞购TikTok印度业务 很可能是软银在试图收购TikTok计划失败之后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目前在美国市场 主要有微软沃尔玛与甲骨文 这两大收购方参与TikTok美国业务竞购 在他们之外 自从特朗普发布强制TikTok美国业务出售的行政禁令以来 外媒不断爆料称 推特 苹果 谷歌 奈飞等公司 都或评估或表达或实际谈判 对收购TikTok业务的兴趣 作为一家来自日本的公司 此前 软银集团也考虑过加入TikTok美国业务的进购 但最终被迫放弃 核心原因是美国政府希望TikTok的主收购方是一家美国科技公司 就在最近几天 沃尔玛宣布与微软合作进购TikTok美国业务之前 沃尔玛曾经是软银CEO马赛洛克·劳尔·马切洛克尔牵头成立的一个财团的成员 他们希望与谷歌母公司Alphabet共同收购TikTok 克劳尔认为 沃尔玛是一家纯粹的美国公司 而谷歌的云计算基础设施也可以提供帮助 软银最近几年曾经入股 包括Uber和WeWork在内的多家年轻科技公司